亚马逊表示,Parla有无法过滤煽动性言论的疑虑,因此可能会引起暴力事件,已经强制停止服务。 Parla则决定对亚马逊进行起诉,控诉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反垄断法,其要求法官让平台重新上线。 本案将在亚马逊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地方法院审理,且多位法律专家都认为控诉不可能会成功, 原因是无法证实Parla的停权与亚马逊和推特的私下协议有所关联。